妳那個擠的這個太強大了 那個 妳把北半球搞成那樣 就知道我平常在新高麗 又被封印了多久 那叫封印 後來走完紅毯 發現大家有一些議論以後 我就去廁所把它搞散一點 我要弄到一個擠子 就有點走過頭 太擁擠了 對不起對不起 今天的打扮就是經驗了很多網友 有嗎 我也知道 妳那個擠的這個太強大了 那個 妳把北半球搞成那樣 就知道我平常在新高麗 又被封印了多久 那叫封印 哈哈哈哈 妳那也太刻意了 妳媽媽看都會神經病 所以後來走完紅毯 發現大家有一些議論以後 我就去廁所把它搞散一點 哈哈哈哈哈哈 妳聽懂了沒有 她把它搞散一點 她本來過於集中了 大家真的是要求很多 因為我那個 妳過於集中了妳知道嗎 對我知道 妳知道因為我第一年 就是我走紅毯的時候 是中洞大開 我那時候不是說要開低走高嗎 結果那次 開低走高 對 然後那次我回家以後 我媽打電話來跟我說 妳奶會不會 我今天就想說給她一個 痛快 媽媽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媽真的很擔憂 她還特別想說 媽媽會跟女兒說妳奶 喬太散 會想說 妳就是一個為人媽媽 跟妳講的話嗎 她本來這次看我集中 我集中害風說 今天這次 會就是有夠厲害嗎 我就想說 我要弄到一個 哈哈哈哈 就有點走過頭 太擁擠了 太擁擠了 對不起對不起 所以我後來立馬調整 我挑戰了以後 沒有上台 很抱歉 哈哈 妳這長輩都不能呼吸了 對 我也不能呼吸 欸 不然妳會不會覺得 快進去最快進去 有 我很後悔 對不起 哈哈哈哈 每年我都學到一個 新的經驗 所以希望明年 走紅毯沒那麼容易 對 評審還是要讓我們注尾 然後讓我們明年 我們才有機會 可以好好表現 感受一下我的改變 封面 好 我這樣走那邊 哈 你這樣走 哈 哈哈 給七球吃狂 眼看他 眼看他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國書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余 這個 什麼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會 看什麼看 快點貓啦 快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